拜登退选才能拯救美国 免于川普重返白宫 来源USA Today 作者杰里米·梅尔 11月的选举是美国不想要的再次对决 选出的将是历史上最年长和最不受欢迎的两位候选人之一 事情并不一定非得是这样 共和党人被前总统唐大德·川普困住了 除非他去世或因健康原因 否则他就是他们的候选人 他可能需要赢得选举以避免入狱 但瞧拜登总统可以有一种方法让位 他可以为了国家和党的利益自愿退选 拜登可以在今年夏天的任何时候宣布他退出竞选 他可以用2020年让他获得提名的同样逻辑 他真诚并准确地相信 他是最有希望打败川普的民主党人 现在他是少数几个 可能让川普重新当选的民主党人之一 最近拜登对阵川普的民调情况很糟糕 拜登在年轻人 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很低 这些是在摇摆州至关重要的选票 很多选民认为拜登太老了 无法胜任第二个任期 一些对候选人的看法可以改变 但选民不太可能认为 拜登比他们想象的更年轻 更有活力 如果民主党提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乔什 夏皮罗 他会像篮球健将勒布朗 詹姆斯 达凯文 哈特一样轻松地击败川普 还有很多其他人 包括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 惠特默 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 克罗布查和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 与这些年轻而有能力的稳重人物相比 川普会显得老太隆重且神精致 虽然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在对阵川普的民调中表现比拜登更差 但如果开放初选 他会对提名构成严重威胁 但拜登的代表大会不会选他 他们太想打败川普了 不会冒这个险 放弃现任总统的所有优势呢 说实话 今年并没有太多优势 按大多数标准衡量 拜登的总统任期相当成功 但他因为高通胀 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以色列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而受到指责 对于像中东这样的棘手问题 一个新面孔更有效 开放的全国大会对民主党来说 不会是一场混乱的灾难吗 让我们向川普学习 他最著名的对手 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 克鲁兹在2016年共和党大会上拒绝支持他 这在现代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 川普并没有惊慌 他知道戏剧性事件会吸引观众 他是对的 开放候选人的民主党大会会成为精彩的电视节目 现代的党代表大会是脚本化的无聊事物 很难吸引观众 一个开放的大会 代表们支持哈里斯 惠特默 夏皮罗和其他人 会成为精彩的电视节目 全国将被出色的场内演讲 政治家和民人的意外支持 集会 音乐和游行所吸引 总统先生 您是少数级的大会 曾经是引人入胜 和强大的美国人之一 他们如今变得可以预测 且几乎毫无意义 为何不给共和党一个惊喜 让大会几十年来 首次选择提名人 为什么不作为打败川普两次 并拯救我们共和国的人 载入史册 第一次你通过参选打败了他 这次你可以通过不参选打败他 本文作者杰里米 梅尔是乔治梅森大学 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的副教授 他还在该校负责政治学硕士和博士课程 是乔治梅森大学